好 娱乐方面消息的是要来看到 歌手周杰伦昨天到中国天津开唱 却是出了状况 机关故障 延迟快要20分钟 而另外就在同一天 天团五月天在西安开唱 楚唱阿信演出到一半被发现 带着氧气装置上台 边吸氧气边唱歌 让现场的粉丝都很担心 他带了一颗气球 五月天西安演唱会上 阿信突然带了一颗气球上台 难道是给歌迷的惊喜吗 阿信关子缠身 惊喜变惊吓 阿信似乎罹患重感冒 连拍九天跨年演唱会影片后 马不停蹄飞往西安 才导致健康出问题 重粉的五月天为了演出顺利 只好边唱边吸氧 另外同一晚在天津开唱的周杰伦 也传出身体不适 周董原定要从超巨大的铁球里出场 过了好一阵子却没有看到身影 周杰伦迟迟不出场 粉丝们躁动不安 惊传他被困在旋转铁球内 长达二十多分钟 还在后台里吐了 周董一坦言状况不佳 他为了怕粉丝担心 不改幽默本性 听到你们的尖叫声 感觉就好 不过周杰伦经纪公司 事后是发声明 澄清周董身体健康 但有现场粉丝发现 周董的脚更是疑似受伤 舞蹈动作都取消 天王天团同一天出状况 粉丝们只希望 他们身体健康不要勉强 节目报道